上当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之前我们讲了误入歧途 杀人如麻的富三代澎湃 今天再说说与他齐名的另一个共党农运头头围拔群 您别看他死得早 知名度好像还不如现在的二三流演艺明星 但在共党史上 这货也堪称三大农运领袖之一呢 另外两人是毛泽东和彭派 和杀人如麻的毛彭相比 在广西东南前后祸乱长达十年之久杀人无数的围拔群 在那年代也是恶魔一般的存在 因此 这货被共党后来人吹嘘与老毛齐名 也是实至名归吧 作者黄旭初撰写的《围拔群乱东蓝或广西史墨》一文 透露了他作恶的很多细节 咱们七十大官再补充一些 今天就一起来表一表 节目开始前 还是希望新来的看官能点击订阅我们这款独家节目啊 谢了 书归正本 1894年2月6号 维拔群出生在广西省东蓝县东里屯 父亲是个壮族小地主 东蓝县地理位置偏远 在广西省西北部 此地山陵重叠 交通贤族 汉 壮 摇 各民族百姓杂居 顺便说一句啊 壮族的壮是多音字 要按同的发音呢 说文给出的定义是指十九以下八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还有一个惯常的意思是仆人 但自古以来 壮族都是以这个单人旁加个同字的写法 直到共党1965年硬给改成壮大的壮字 反正这个邪教党也不是中国人 它做什么都是反我们汉人祖宗 壮族人祖宗的事 我们避世它就好了 小小延伸再拉回来啊 清末民初时 当地大部分老百姓生活极为贫苦 但维拔群家显然不同 还可以送他到学校读书 据说他年少时对贫困百姓是十分同情 大陆网文还有记述说 他看邻居们有困苦 就从祖父的钱柜里偷偷拿些钱接计 后来还被祖父抓住训斥 由此可见 这位后来的魔王连少初起时也不那么坏 人之初性本善嘛 坏都是后来学的 而且主要是脑子坏了 肉身就磨变 一些家产到长江一带浪游了两年 试图给自己寻求未来之路 1915年他回到东南 1916年袁世凯称帝 云南起义 桃园护国 贵州首先响应 维八群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维八群阅读到了《新青年》等宣传马斯奖的刊物 欣然接受 还以《奋不平》为笔名 在军中成了苏俄马列主义的义务宣传员 自此 维八群开始走上死路 因为宣传所谓革命思想 不久 维八群被军部查究 被迫弃职逃亡 之后他前往上海 广州等地寻访孙中山 到了1920年10月 他在广州参加了广西籍的国民党人马军武组织的 改造广西统治会 当了政治组的副组长 还参与推翻跪系军阀陆荣平的活动 1921年6月 时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 任命马军武为广西省长 7月 维八群随马军武 居正 胡汉民 汪精卫等人一道 由广州乘船经吴州前往南宁 随后 省长马军武邀请维八群出任南丹东南的县长 他却因为考虑自己没有武装而谢绝寿命 他在南宁一直住到冬天 后来因为地方秩序混乱而回到了家乡东南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要命的事 有一位皇姓司令带队路过东南 一部分士兵住到了维八群家里 小维听说部队很久没发军响 士兵颇有怨言 就乘机煽动了几句 俊庭驻军南宁 之前他和东南毗邻的凤山县土司官维红青 是拜把子兄弟 当时维正在邻的总部做客 您说无巧不成书吧 一天维红青听说要提犯人赴法场行刑 犯人是东南的维八群 维红青就恳请林俊廷免其一死 用罚款赎罪 说维八群得以免死后就开始组织农民武装 他秘密组织了改造东南同志会和农民自卫军 号召农民起来打破不平救家乡 救广西 救中国 从而正式开始以杀人行动实践马邪说 1923年 维八群组织农民自卫军三次攻打东南县城 前两次兵败溃逃 第三次成功夺取县城 还成立了东南革命委员会 公布了四条政策 取消一切科捐杂税 废除各种契约 提倡民族平等和男女平权 表面看 几条所谓政策貌似没什么错 但正如共党为中国人 画了无数大饼一样 这不过是大饼中的一小饼 维八群的举动必然遭到了当地乡织的厌恶 当时驻扎在几十公里外的百色广西陆军 第二独立旅旅长刘日福出兵将农民军 打败并四处捉拿维八群 被通缉的围匪 只得逃往广州 然后在1925年1月参加了 由共党主办的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大家知道 三个杀人魔头彭派毛泽东和维八群 都出自这里 彭和毛还担任过所长 所以所谓农奖所改叫柜子手学校更合适 学得了一些共党的粗钱理论后 维八群被任命为农运特派员 返回广西专门从事煽动农民的运动 1925年5月 他偷偷回到东南 知道玩愣得不好使了 就改变了以往的做法 先开始整组织 成立农民协会 赵猫画虎广州开办农讲所 组织农会农军 向无知的老百姓描绘美好的图景 吸引他们反抗 点燃暴力基因 经过他的发动 各区乡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 8月 东南县农民协会成立 为自任军事部长 当地人称拔鸽狗 维八群得知立刻纠集人马攻入县城 放走了监狱中的囚犯 抢走了东南六少团总 维隆府家的巨额财物 听闻维匪作乱 黄县长赶紧请兵回到县城 将维匪打跑 其后 国军刘日福将军派兵继续清剿 维八群落荒逃入西山 当时国民党正实行融共和农工政策 清剿因此终止 这一年下秋之际 共党为加强对广西左江右江农民运动的领导 成立了苍武 镇南 田南三个农运办事处 维八群加入了共党 担任田南农运办事处主任兼一路农军总指挥 维八群大张旗鼓宣传共产思想 号召各地成立农民协会 发动斗争 不交租 不还债 不纳税 烧毁田气借据等 还开大会大肆枪杀地主 时间来到1927年4月 国民党正式清贡搅贡 维八群却四处煽动武装暴动 政府随即派兵围剿 围匪的虾兵蟹将被击溃 又逃入了东南的西山 折服两年多 到1929年7月 维八群得到共匪地下党支持 重新组建了雍枪农军200多人 再次攻占东南县城 之后 共党成立右江苏维埃政权 维八群被选为伪政府委员 同时兼红旗军第三纵队司令 当时的军长是张云义 邓小平是政委 这些匪患持续在广西作乱 1930年秋天 共党中央命令广西红旗军 开往江西根据地抱团扛住国军围剿 1932年 名将白崇席坐镇东南 指挥国军近万人在当地民团配合下 对共匪盘踞的东南县西山进行空前规模的围剿 马上 维八群不禁外缘断绝 实物缺乏 还祸不单行 自己还患上了瘧疾 只得与警卫员罗日快躲进了枪刷洞中 一天 饥饿难忍的维八群偷偷下山 撞见了族职 也是他被打散的警卫队长维昂 见维昂带着吃时 维八群喜出望外 一起来到山洞 维匪吃饱喝足开始昏睡 维昂便从其枕头底下抽出伯克枪 对着他梳头部连开两枪 然后隔下头颅下山交给了国军 维八群就这样糊里糊涂丢了小命 十年三十八岁 有不同作者在大陆数家网站 爆出维八群爆死前后的细节 还是那句话 因事发时间久远 且无当事人在场 在下无法严谨考证细节真伪 仅取靠谱之说引述给各位看官 我们尽量摒弃党文化 避免带歪风向 只为还原真相 共列位鉴别吧 据查当时广西省政府开出一万元的悬赏 捉拿匪首维八群 当时国军已经抓获了维八群的警卫队长维昂 正后开始不招 摆设民团指挥部的上尉参谋刘志经过调查 抓到了维昂的小老婆陈蒂白 还有说她是妻子啊 陈女招了供 答应刘志的要求 成功游说维昂去杀维八群 维昂陈蒂白被秘密放出来之后 设法联系上了维八群 维昂的身份特殊啊 而且作战勇敢 维八群并没有怀疑这个侄子已经叛变 维昂关切地说 叔叔 你身体有病又没东西吃 不如住到东里屯的香刷洞中 我和陈蒂白找中药为你治病 带鸡肉糯米饭来给你补身子 随后 维昂先喂了维八群一碗中药 又从杯楼中取出菜刀和已经煮熟的鸡 切肉给维八群和罗日快吃 吃了药又饱餐了一顿 维八群就在山洞中的主板床上睡下了 罗日快则被支到洞口警戒 这时候维昂迅速发动 结果就是干掉了他足疏维八群 之后维昂手持双枪 逼迫罗日快用刀砍下维八群的脑袋 装入杯楼中 逼罗连夜背下西山 交到了驻守山下的国军手中 因维昂求情 罗日快后来被政府释放 隐姓埋名去了陵云 最后顿入贵州 不知所踪 维八群死后 刘志立刻在南宁民国日报上 刊登头版头条 标题是 维八群授手 证实十九尘 在东里双法洞内被农民维昂夺手枪击毙 当然了 维八群死后 维昂也没活多久 七年后 据说被共党游击队员 扮成算命先生 以毒酒毒死 最后 虽然我们无法考证维匪十年杀人的确切数据 但从他对东南和右江的霍乱看 他和其他共党头目一样 都是走上马主义暴力革命的道路后 游人成魔 中国人讲一个理 叫杀人成命 维匪作恶杀戮广西百姓 也给他带来自己一家二十四口 十七人被复仇者杀死的悲惨结果 这难道不是报应吗 故事讲完了 1955年老毛南巡 张云义曾奉命到广州去汇报工作 据说老毛动情地对张云义说 维拔群烈士是我在广州农奖所时最好的同学 可惜了 大家知道老毛的高超戏功 他对自己老婆杨开慧要被枪毙都不动情 能对外人动情 不管您信不信 反正我是不信 就算这次咱冤枉了老毛是个例外 也不过是兔死湖北 给马仔秀秀人情味的戏份吧 老毛已经死了45年 如今共党还在给他招魂 同样在维拔群死后70年的2002年 共党也印了纪念邮票 平掉这个无头恶鬼 如今共党自己也到了内外交困 魂不守舍 过一天少一天的窘迫境地 我们相信 这个把原本怀有同情心的善良人类 一个个变成吃人鬼怪的魔党 就要走完他自我爆炸前的最后一步了 各位看官您说呢 好 如果喜欢七十大关 请列位别忘了点赞 链接给自己的亲朋故旧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